熊熊大火扑灭了 寻找失联者的工作 一步都没有停下来 明阳工厂爆炸第三天 陆续找到失联者 24号一早在工厂二楼 寻获两具遗体 其中一具经法医比对 发现不是人类骨骸 还有待进一步的鉴定 23号四具消防员遗体的DNA 送到台北行事局检验 下午结果出炉 确认三具都是消防员 屏東地检署表示 第四具遗体推测疑似是陈伯瀚 但是因为碳化严重 完全采不到DNA 还需要再次的采集比对 检体的部分 没有办法采到DNA的细胞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 还有疑似的四位里面 另外一位是碳化的太严重了 已经完全采不到任何DNA的组织 也希望我们这些英勇的弟兄 那一路安息好走 那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来做 下午火场搜索持续进行 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太阳雨 下午3点53分再找到一具遗体 家属们靠男子手上的佛珠辨认出是失联的诚信员工 呼唤着要带他回家了 家属彼此拥抱 痛哭失声 此时此刻任何的安慰 不能相信也无法平静 早上平安道别的家人 再见面却是此生永别 华视新闻黄敏惠谢君仲 肖亚欣荣浩北屏东报道 哈喽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